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项新研究 美国养老院工作人员的高流失率 很可能是导致新冠疫情期间 养老院死亡人数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这项研究于3月1日发表在 卫生政策杂志《健康事务》上 研究了全美15645家养老院的人员流动率 几乎囊括联邦政府认证的所有此类机构 因为时报周二援引哈佛医学院医疗保健政策教授 该研究报告作者之一大卫格拉伯斯基的话说 这真的很惊人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养老院年平均员工流失率为128% 其中一些养老院的流失率超过300% 长期以来人员不足和低薪一直困扰着美国养老院 以及居住在这些设施中的100多万居民的护理质量 这场严重疫情将这些问题暴露得更加尖锐 研究作者表示 员工高流失率很可能是养老院更难在新冠疫情期间 采取强有力的传染控制措施 并导致新冠病毒的猖獗传播 养老院的死亡人数占美国所有新冠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在3月3日上升到超过2870万例 是世界上最高的 也当做了 谢谢 2 本人 4 5 4 4